新赛季英超的首轮比赛,阿斯纳队在球长球场,搞砸了新帅艾梅里的首秀,球队在主场被上赛季英超冠军卖成12比0击败,除了比分上的失利, 更让球迷失望的是阿斯纳在场面上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球队在夏季转会窗的引员也都没有发挥出最佳的实力水平,一个星期后的联赛第二轮,阿斯纳做克斯坦福桥体育场,面对同城斯迪切尔西,本场比赛阿斯纳开局依然慢热,20分钟就被切尔西两度洞穿大门,好歹枪手球员及时清醒, 上半场结束前姆西塔良和伊沃比,为枪手连下两成,可惜下半场最后被马克斯、阿龙索绝杀,对新赛季充满希望的阿森纳队无奈的只能接受开局两连败的结局,两轮比赛过后,阿森纳一分未取,比赛在场面上,也没有太多亮点可言,球场球场已经熙熙攘攘地传出了艾梅里夏克的呼声, 这位在巴黎度过两年起伏的教头在阿森纳新赛季仅一个礼拜就遭遇了极大的困境,阿森纳惊吓的演员也都表现贫贫,除了19岁小将共多席让人眼前一亮,多特蒙德转会而来的后房中间帕帕斯塔索普洛斯也没有了他在德加的稳定, 托雷拉只不过帮球队在中后场多了一个选择,而德国国门莱诺在阿森纳,甚至都没有出场机会,就在球迷对艾梅里在枪手的前途感到担忧事时,西班牙的年轻教头开始了自救行动, 他对阿森纳阵容的理解和调理成功的让枪手重回正,鬼,联赛开局两年半,除了自身问题太多外,对手实力过于强大也是一个原因,开局两场连续面对上赛季联赛冠军曼城和上上赛季联赛冠军谢尔西,对于本身实力不在同时又缺少磨合的阿森纳来说,想要全身而退本就十分困难,如今联赛终于有中游球队交手, 对于艾梅里和阿森纳来说,这也是唯一的机会了,好在,艾梅里抓住了机会,联赛第三轮主场3比1击败西哈姆联队后,艾梅里的阿森纳终于在新赛季取得了第一场正式比赛的胜利,一周后客战卡迪夫城,球队遭遇了对手的顽强反抗,两度落后被卡迪夫人顽强的两度扳平,好在拉卡德特为球队完成最后一击, 阿森纳终于开始步入正轨,接连战胜西哈姆联队和卡迪夫城后,阿森纳终于在联赛稳住了步伐,紧接着客场击败牛卡赛尔,球队获得三连胜,积分榜重回上半区, 这对于艾梅里来说,是一个极好的信心积变,果不其然,走上正轨的阿森纳在多线征战开始后还保持着绝佳的状态,欧连杯轻取对手,随后的英超第六轮又在主场击败了强敌埃福顿,紧接着的英格兰连赛杯,阿森纳也击败布伦特福德晋级下一轮,相比于如今磕磕绊磕的慢连, 阿森纳可谓是风生水起,联赛第七轮面对本赛季开局极佳的大黄蜂沃特福德,厄奇尔帮助球队锁定胜局,一阵操作下来,开局两连百的阿森纳转眼间已经三线期,连胜,而整个十月的赛程,对于阿森纳来说也相当舒服,除了联赛主场面对莱斯特城会有挑战,其他比赛的对手实力都远低于枪手,熬过了艰难期的枪手, 终于可以展望新赛季了,而在艾美里这位欧联杯超级霸主的调教下,本赛季的欧联杯枪手,将会有极大的夺冠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